漂亮 大家刚才说王浩已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但是他在乒乓球技术上的这种 有一种传统和精神有一种传承 蔡老师你不觉得纸板恒大员身上 马林的身上对纸板恒大 除了这个近台 也就是纸板的优势特长在台内的控制球上面 这个逐渐的开始在业余里头有人用 但是真正的开始的觉得是下拳球 就是反手托到你反手 你测不了身的时候怎么办 下拳球在奥运会市井赛上的老朋友 心就是有动力 而且创新琢磨他的情况下才有了纸板恒大 只不过这种创新 即使你是好的 因为最后实践能够三次在十二年中 保持到世界前几年的水平 耳目一新的创新可能越来越少 因为它是有限度的 漂亮 节奏也有差异 能近能远 这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超一流选手应该具备的 上来进攻 我看林高远的这个 从身材上来讲显得有一些单薄 好像从打球的能力 这个相持能力主要体现在这个五到八板之后 那个属于是相持段的这个技术 所以这个大家在看的时候 可能 相持中呢又分为主动相持和被动相持 这个又不一样 漂亮 逆旋转 那比赛非常不占便宜 这有点像刘国梁当年 长就不特长了 最后就变成什么了 谁实力强谁也 但是一到国外就不同了 特长的立刻就 漂亮 拿好比赛 拉起来 不出现 现在又突然又出现 对她来讲可能 挑打 漂亮 这也是广东籍的女人 连续拉 第四板 第五板 好的 就打到许新的这个特长上 没错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球完了 你看林高远走到这个路上 基本就瞎了 是吧 对 因为许新你看他这弧线摩擦的 你看他这弧线多稳健 是吧 嗯 这就是功力了 对拉的功力 十一比十一 许新发球 今年二十六岁 徐州的家 上海残院华平方球 学校毕业 直板横拉 逆旋转 这两个直线变得好 还有她的心理承受能力 面对这个输赢的 这个变化的 就是每一个环节 你如果把握不好 可能都会 缩也是可以的 有高潮 有低潮 有挫折 有硬变 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灰色地带 就是被对方打得 没有办法的时候 不被对方识破 还在那儿 这个坚强的 就会赢得时机 就会赢得 你对方犯错误 像下棋一样 你就挺 然后欧亚对抗到全胜 所以中国乒乓球 国民健身服务的责任 可能就更大了 前一段呢 到这个是比较好的季节 大部分时间 这个气候都比较冷 这个乒乓球 在寒冷地区 就是非常好的过量形象 很好的一个例子 它用正手的这个墙 弥补了反手的步骤 它各种分战赛到总决赛 成了乒乓球爱好者的 一道美餐 今天就是快乐乒乓 反手 这个球太多 漂亮 好球 这个 敢不敢再投影 又来一个 对 又到排手了 这个落点不好 不太合理 来了 这道正手了 对 这是一个好落点 落点的精确 相持了 短的 这球漂亮 搓得太棒了 林高远 刚才这个球 是用手腕 最高 打变化 多一些变化 前提下 一定要敢于什么 敢于打长短 反手底线 这两个球 作为 作为长短 变上做文章 刚才刘国良的指导 其实也是 其实强调 是个变 不要老一样 让他摸不着 哦漂亮 再来 新区的这些 观众 他们有幸 在现场观看比赛 调打 哦 真是个 漂亮 没错 因为对方害怕那一板 所以他接着 战战兢兢的接 是 你先转 你先转 现在1比2都清楚 对 逆旋转 9比10 他从现在 你敢不敢于 战胜许新的心理 现在在挑战 你看 现在在挑战 林高远的心理 不敢于 所以就要 抢功在先 积极主动 走 绝境的时候 怎么样逢生 这个对他有价值 2 而不是 7 2 2 0高远 这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办法 今天到场的 有很多呢 都是 学生 到现场来观看比赛 这个对 乒乓球的普及 力量 比如王浩的 手指手腕 有惊人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 拿球板 就是纸板横打 对 所以现在呢 现在的这个纸板 心乱了 你通过他的 前面 打的丝丝入扣 没错 什么叫不正常 就是他的心理 发生了 一定的这个变化 四分 高抛球 适应性很强 据点了 心脏的心 归位了 你的意思 有时候输多了 也就放开了 是吧 放开了又回来了 不是他就 就就就就 谢谢